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一個月來在英國做兼職的一個分享 這個兼職其實很簡單 是完全不用用英文 不用用勞 但有八磅九一的 究竟我在做什麼呢? 其實我的工作就是派傳單 如果你在香港跟別人說派傳單 別人會怎樣想呢? 你讀完這麼多書你去派傳單 你沒有病啊? 你一定會聽到這些話的 但是我想說呢 如果你在英國 你跟一些英國人說我派傳單 他們是會覺得 好啊你派傳單你可以探索一下 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周圍走去派傳單 去認識到一些人 去了解他們文化 感受一下這個城市周圍走 很好啊你的工作 英國人是會這樣回答你的 所以我今天除了想分享我這份工作 究竟是做些什麼 要怎樣做 每一天要怎樣派傳單之外 我也想說說 英國跟香港對這些有些不同的文化 和他們的想法是很不同的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兼職工作 其實呢很簡單的 就是手頭上會拿著一些宣傳單張 就一直走每一間屋 就塞入別人的門口 對啦 英國的門口是不是信箱的 是會逐間逐間屋這樣塞進去的 通常都會把一些 卷進去然後塞進去 其實工作也不是太難的 其實你說危不危險呢 我自己覺得不是太危險 我覺得這個工作是非常簡單的 不需要說英文 不需要和別人溝通 其實主要是走路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份工作挺好做的 而且它最低工資是8磅9日 其實都接近90多港幣一個小時 所以這個工作真的很完美 而且這個工作是 你可以到處走 你可以認識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好了我現在就示範派一個 Liflet的門口先 其實是去到別人的門口 就會看到門口有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 將它塞進去再進去 那就可以派完一間了 我幫這間公司做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它沒有限制 一個小時要派多少張 或者一定要怎樣 或者檢查你 通常都兩個人會一起去派宣傳單張 但是剛巧我另外一個partner 是經常都沒有回來 所以就只有我自己一個女生 會說危險的 因為日光日白 我是派早上10點至2點 其實這個時間蠻好的 好天又溫暖一點 這段時間 因為其實你是不需要怎樣接觸人 是塞進門口 有時候有些人可能會在房子 突然會彈出來 是嚇一嚇的 但他們都比較friendly 其實nice 裡面可能會有一些小狗 可能會撞門口 其實都不需要太擔心 習慣了就可以了 但這份工作真的輕鬆和簡單 其實我覺得在英國找工作 只要你肯做 肯努力 其實不會因為你不懂英文 或者你英文不好 其他的因素而去不請你 只要你肯做肯去學的話 其實我相信會有人請的 一定會的 好了 派了一陣傳單之後 基本上會遇到一些草地 其實英國很多草地 你走到哪裡都會有草地 你可以休息一會 我覺得這份工作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不需要跟別人溝通 完全是不需要用英文 即是你英文不好 你都可以做到這些工作 而且他的費用是挺好的 因為英國的最低工資 如果你過了23歲的話 你的最低工資是會8磅9日 相對於港幣差不多90元一個小時 甚至是做這些簡單的工作 都會有90元一個小時 就不太建議大家去Chinatown 或者中國的店舖那些都做 因為那些通常是會入你銀行 那些是直接cash你 所以他會壓你價 壓到很低 可能5磅1小時6磅1小時 我覺得如果真的沒找到工作的 都可以去做一下 起碼有一點點收入 最好就是可能上Indeed這個網 或Classstore這些網 類似Jobsdb這些網 其實香港的 其實就是你放了一個CV上去 那個平台那裡 不斷apprise你不要來 所有東西都是這樣apprise 一開始可能apprise 會比較容易找到工作 其實那邊做 我現在是回星期一至五 星期到10點鐘至下午2點鐘 總共4個小時 我覺得OK的 就是我一天的收入有港幣300-400元 其實暫時都夠雨 夠食宿的 但是我這份工作暫時升 就是temporary 就是做6個星期 就是我又要再找工作 但我覺得沒什麼所謂的 就是你一直找到一些part time 一直找到大家可能找到一些長工做的時候 我覺得做著先 之後我回了現在這個工作 大概一個月 4個星期左右 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這間公司的supervisor 他就跟我說他從來沒見過一個人 完全翻足所有日子所有時間 沒有請假 甚至下大雨 可能我們香港人是習慣了勤力地工作 一向都習慣了這個模式 好趣 其實已經很輕鬆了 我覺得在這裡做part time 可能就是英國人是比較 惰性是相對是強一點 因為英國的福利很多 其實他們是不需要說真的要賺很多錢 才會夠生活 就是跟我們香港不同 因為他們基本上 從小到大 很好的 首先一出生 他們會有牛奶金這件事 然後讀書 讀到18歲都是不用付錢 醫療都是不用付錢 其實真的超級好 甚至去到過了你18歲 可能你繼續讀中學大學的時候 你又可以借student loan 其實student loan 是一個我現在才知道是挺搞笑的東西 student loan是你之後不需要還錢的 如果你賺不過一筆錢的話 什麼意思呢 你讀完書出來 你出來工作了 但是你賺不過一個金額的話 你出來是不需要還你student loan那筆錢的 是直至到你過了那個人工 之後你才需要給9% 你才慢慢逐點逐點還給政府 你借了讀書那筆錢 其實呢 很搞笑 我現在問一些英國人 甚至可能出了來做事 他們都說 從小到大學費我沒有付過錢 從小到大讀書 甚至讀到master 我都不用付錢讀書 我覺得 所以他們的心態就會是這件事 所以他們可能很多東西都不用自己出錢 不用付錢 而政府是給了 而政府有很多福利 所以他們是不會說 因為我要錢而勤奮地工作 他們很努力地工作 他們可能有個性比較多 但是你會感覺到在英國的人 不會因為金錢上而有任何衝突 對 我覺得是舒服一點點 但是有好有不好 我覺得在香港就是因為你交稅是少一點 這裡甚至你一個月賺超過一萬元 或者萬一港幣 你就已經要交20%的稅 其實都挺重的 我自己個人就認為 如果你在香港是可以找到三萬以上 留在香港存錢 那筆錢一定會比較多 因為在這裡是交40%的稅 誇張 其實你沒有了一半 你只剩一萬多元 如果你可能在香港也是賺一萬多元 其實過到你是舒服的 我自己就覺得 大家怎麼看 其實 看你想賺得多一點錢 多一點收入 其實想舒舒服服 大概有些人工 Work life balance 輕鬆有些錢 如果你不是想發財的 不是想賺大錢的 那在英國工作是真的舒服的 因為多時 英國工作都是8個小時 然後有1個小時吃飯 還有很多假期 雖然去ban holiday 就是我們香港的紅衣 我們有17天的 其實 但是在英國的ban holiday 公眾假期只有8天的 但他們annual leave 最少是28天的 所以其實在香港的假期是比較多的 不過就經常都OT OT沒有錢 英國基本上很少OT 他們是不流行OT的 除非你真的自己做不完 拿回家做 但其實外國人是不會期望 你要做得完的 外國人放假是真的放假的 不像香港那樣 星期六天 有時候老闆會打給你 交到晚了沒有? 你星期一 9點鐘一定要放在我桌上 也會不停Whatsapp 聊工作的事情 星期六天 但是香港人是不會的 星期六天是真的family day 是真的自由時間 是不會講公事 不會談任何公事 你起碼Whatsapp電話是不會收到任何的電話 或者審任何的訊息 放假是真的放假 而且我覺得外國人有個很好的 可能英國人有個很好的 就是他們逢星期日 店舖是真的很早關門的 其實是因為他們真的很多時候都family day 很重視家庭聚會 家庭樂 或者和朋友相處 可能就這樣在家裡煮一下 煮一下飯 可能是BBQ一下 其實他們很多聯誼的活動 雖然他們不會說很多娛樂 但是他們會常常和家庭聚會 或者朋友 親人去聚會 甚至假期聖誕節 阿福會節 他們通常都會和家庭聚會 但是我們香港就必會了 可能我們小時候 我們是會和朋友出去唱K 去旅行 日男朋友 好少說真的會和家庭聚會 但是英國人是會重視家庭的 怎麼都一定會陪家庭聚會 我自己覺得在英國工作是很輕鬆的 其實真的沒什麼壓力 我問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甚至他們可能在醫院上班 可能在公司上班 但是他們也是有什麼壓力的 就是 放工是真的放工 放工是真的 做自己的事 有自己的時間 好像香港那樣 可能9至6的 但其實放工都8點幾9點 回到家已經10點11點 完個飯 又睡覺了 然後又下一天 不停循環 甚至可能要回星期六 星期日都要上班 香港的生活模式就是這樣 但有些人是喜歡的 我自己也是一個比較急 長一點的人 其實我也是接受香港的模式 另外我自己就覺得 英國人不會很重視 鞋子、奢侈品等 他們是很簡單 穿Hoodie、T-shirt 普通牛仔褲、波鞋 就外出 甚至可能去派對 都是普通化妝 得好一點 我真的很少看到 有些英國人 會用名牌袋 Chanel YSL Dior 很少會用這些 可能很奢侈 甚至對鞋子 穿Coogee的波鞋 他們真的不會這樣做 英國人就樸素一點 簡約一點 可能是一個草地 一加人一起 他們就已經很開心 很簡單 就已經很開心 我自己就覺得 英國人 就不像香港人那樣 那麼多比較 就是大家不會比較 大家去賺多少薪金 在香港每次一出來 跟朋友吃飯 通常都是說 你結婚了嗎? 拍拖了嗎? 在做什麼? 現在在做什麼工作? 大家就會比較 大家做的工作 可能我現在是律師醫生物理治療師 可能在做文員 可能在做政府工 可能在做很多事情 大家就開始比較 然後就會搜尋一下大家的人工 又會談一下大家的人工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都會這樣 但是來到英國 因為可能大家的人工 其實都不會差太遠 因為你賺得多 你就交多點稅 收入其實差不多 對 你賺得少 你就交少點稅 大家的收入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分別 所以大家是不會討論大家的收入 所以我就覺得有好有不好 有個不好處就是 我讀了這麼多年書 我做到醫生了 竟然交完稅之後的收入 可能低級的人 或者沒什麼讀書的人 沒什麼分別 你可能心會這樣想 但有個好處就是 大家會少了一些比較 會大家尊重大家的職業 我覺得英國人 他們是為了錢而去做那個職業的 他們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有興趣 讀那件事 想做那件事 而真的去了興趣而去做那件事 而不是為了工資 我自己也是 有時候都會是三萬多 遲些最高可以升到十萬 不用想了 我不喜歡我都要去做那件事 我們香港人的想法會是這樣 希望大家都不要太擔心 最重要大家是有一個心 努力去找工作 不要放棄 其實在英國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公眾 還有在英國是有很多不同地方 不同國籍的人 其實大家的英文都不是說十分好 不會說哪一個純正的英文 大家的口音都不同 還有大家可能知道的 其實在英國的表 我遲些會在下面info box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在醫院裡面 可能NHS 有很多professional的工作 醫生 護士 治療師 藥劑師 之類的那些 其實很多都不是英國人 所以不會說真的作是一個歧視 說你是中國人 你是中國人 或者你是亞洲人 就不會聘請你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很多醫生其實都是中國人 在英國NHS 護士很多都是菲律賓人 藥劑師是很多馬來西亞人 還有很多香港人 所以其實是太擔心 大家是不會有工作歧視這件事 尤其是在本土的英國人 其實他們是不會做一些很professional的工作 其實英國也是很需要這些人才 例如醫生 一些專業的人士 其實他們也是很需要的 如果在香港大家做醫護 普通醫療 一些遮遮 你在醫院裡有經驗 其實外國人是好看你有沒有經驗的 而不是好看你真的有沒有學歷 其實在英國的NHS 外面的community的地方 可能胡老園 是很缺人的 其實現在脫了歐之後 是非常缺人的 如果是做這些工作 一定不會找不到工作 看看你的地區的需求量大不大 如果你是學生 然後想在課餘的時間 去做part time 找一些零用錢 其實是可以的 只要一個星期 不超過20個小時 就OK 沒問題的了 其實是否真的檢查得那麼嚴 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有很多人都是過20個小時 國際學生 的Visa 其實都可以工作的 最重要是看你的僱主 請不請你 和他聊 沒問題的 因為其實在英國 上學的時間 真的不多 甚至你回到全職 一個星期 可能都是回到3天左右 還要不是全職 所以你很多的空餘時間 都可以去做part time 如果大家想要零用錢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去做些什麼 可能去做收銀 即是平時超級市場的收銀 因為收銀是很好做的 不需要幫人入袋 香港是要站的 不能坐的 還要幫人入袋 買完食物 這裡是不需要的 這裡是會有一張ipad的椅子 給你坐 然後很輕鬆地坐在那裡 然後就不斷 然後推過旁邊的位置 不斷地不斷 那些人就會自己去收拾 買了那些東西 不需要幫他入袋 不需要幫他收拾 甚至他買了一個袋 然後他自己去收拾 那是很好的 之後就 問他收卡證 收 cash 然後都是一些很簡單的英文 其實 所以收銀 在英國來說 是很好做的 人工也是一樣 最低工資 所以人工不是一個問題 最低工資都有8磅9日 即是9磅 一個小時 另外有一些 我覺得都挺好做的工作 就是沒有分男女的 其實男做也可以 女做也可以 在英國 那就是一些賣衣服的地方 其實是幫忙收銀 摺衣服 掛好衣服 把衣服整理好 或者把人的Fitting room 試完的衣服 放回去 其實都是一些 比較簡單的工作 Customer Service 這個也是好做 另外就是這些派傳單 這些都會比較輕鬆 好做 不會太大壓力 其實很多都有一些 例如做KFC 麥當勞 Five Guys 這些連鎖式的餐廳 或者可能外面一些餐廳 去做Waiter 一些服務 其實那些可能會比較辛苦 油煙味會比較大 而且那些會計算金額的 可能做得多做得好的話 會整個團隊有 bonus 可能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但我相信我們香港人是沒有問題 我相信所有的工作 甚至在英國多辛苦都好 可能對我們香港人差不多 因為我們本身都是習慣了 這麼有壓力 和這麼搶的模式 不過只是做那些 可能會有多些油煙味 英文就需要多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都需要teamwork 和一team人去做一件事 就是你做Waiter 或者做一些連鎖的餐廳 英文就可能要好一點 但其他我相信 都不會太大的問題 今天的小小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給大家了解多一點 英國這裡的不同的文化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段分享 如果喜歡就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拜拜